转眼又到了三月 苏城各地春暖花开万物复苏 呈现出盎然的生机 我现在是在象城区的中国花卉植物园 那么从今天起呢 景区已经正式恢复对外开放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 这个各种颜色的郁金香呢 已经是大片大片的盛开了 向我们传达着春天的喜讯 阳光下色彩缤纷的郁金香 铺满了整片山坡 工作人员介绍 这批郁金香已经开了十多天 预计还会持续半个月左右 同时云中的茶梅 玉兰 海棠等花卉 也正当花期 8点半开圆 早上到现在的话应该是有200多吧 出示一下那个输成马 然后再没问题的话就量一下体温 然后在线上购票 据了解 象城区的荷塘月色湿地公园 与盛泽湖月季园也在今天同批恢复开放 俗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 这两天冬元也诞生了一批新的小生命 六只虎头虎脑的小黄鸭 在水中结伴细细 灵动可爱的模样蒙到了不少游客 疫情吧 前阵子 然后现在也是感到一种新的生命力吧 20多天的闭元期间 东元对内部景观绿化进行了提升 恢复开源后 原方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核验身份证苏城马 让市民能够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下享受春暖花开的大好时光